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钱财 不过赚钱的方法有很多 能不能成事还是要看个人的财运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样的面向 会让男人财运变得十分高涨 男人颧骨高鼻梁高 拥有这样的面向财运好 是典型的成功男士的面向 他们给人威严感 是天生的领导者 不言自卫 他们做事的标准很好 对下属严厉 这类人的事业运与他们的经历成正比 他们赚钱的能力很高 财运旺盛 属于大富大贵的金领代表 男人额头高饱满 拥有此类面向的男人 适合为官 他们的官运强 能在仕途上有很好的发展 这类人属于有权利的管理层 他们懂得利用各个同事的优势 用人以财深得大家的尊重信任 他们的财运平平 但是正财稳定 不会有太大的波折 在面向中 额头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投资理财能力 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高耸宽广 那代表了这个人的财力基础 非常宿厚 对于理财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具有很好的分析能力和判断力 是人们心目中的理财高手 另外额头高耸宽广的男人 通常贵人运也很好 即使遇到了困难 也不需要担心 贵人可以帮助他们顺利度过难关 还能让财运更加好 耳朵高于眉毛的人 先天就比较聪慧 学习能力要比一般人强 过目不忘 只要有家庭的栽培 定然十分优秀 这种人很吃苦 心性好 很容易受到长辈或是领导的赏识 年轻时便可以身居高位 对自己也是很有自知之明 性格温和 与人很好相处 只要坚持一个目标去努力 就会很有成就 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 和我一起传承祖辈的